大家好 欢迎来到B与D解说三国杀 我马上就要回家了 然后今天主要是我看到 有些朋友跟我留言 讨论当前主中版的问题 胜率的问题 今天就是一盘闲聊视频加吐槽视频 我听前说一下 如果不喜欢看的朋友 你也不要喷我 你就不看就可以了 本期视频就是聊天加吐槽 加讨论一下现在三国杀的现状 咱们先看一下 有个玩家给我留言 就是我的视频 他说 他大概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主中胜率不到一场 什么反贼没主中没法玩 就是什么反贼杀 什么就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包括我上一期视频里说的那个人 给我留言板留的言 就是说的非常霸气 就是自己所到之处不让主中赢 宣布反贼赢 我是觉得你是你的内奸 不是你的反贼胜率 是有人坑你好 我算出这排除这个 你的反贼胜率到不了百分之百 这个可以理解 但以你这么说 你总不能跟普通人呀 普通人大家胜率都65左右 我最起码我反贼胜率都68的 你的你那么说不让主中赢 那你反贼胜率一定得90吧 最少得80多吧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 不然的话你没有资格说这个 怎么没了啊 就是我还是想说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的留言啊 他说什么反贼杀 怎么怎么样 这就是我说的 我想跟大家说一句话 当前这个游戏什么现状呢 反贼65的胜率 基本上这个是不可动摇的 会玩的反贼 就是可能比65的胜率略高一点 67啊68 这都有可能66 稍微差一点反贼可能 60到65都有可能 但是基本上就是大概这个样子 反贼60多的胜率 这个没有什么问题 内奸会玩的话 10到15胜率 甚至到20胜率都有可能 不会玩就是低于10 就这个样子 然后剩下的就是主中胜率 就这样 如果说内奸不太会玩 就是内奸的胜率 比如说可能到不了10 那就主中胜率会多一点 然后内奸会玩的话 主中胜率就低一点 到20 对吧 或者 或者25 就大概这个样子 怎么说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 现在这个游戏就是这样 总有人吐槽反贼杀 或者怎么样 胜率就在这摆着 你是反贼赢得多 这很正常 就是这样 这游戏的现状就是这样 你愿意玩就玩 不愿意玩 你觉得这个游戏这样 没意思 就别玩 就是这样 那没办法 任何东西事物 它都有一个现状 对不对 你去玩其他游戏 或者做什么 任何一个事物 它都有现状 你可以说它不好 不好 你就别玩就得了 你不用 我特别烦的就是 你觉得不好 或者怎么样 你别玩就行了 但是你没 你没必要去 我把事实摆在这 对不对 那个反贼杀 你可以说反贼杀 就是反贼65胜率 动不了 那为什么很多人 在做主中的视频 还是努力在提高 这个主中胜率 去想办法 努力提高主中胜率 怎么开发 怎么 怎么就是通过选架 或者说通过一些 几手压制 怎么想办法提高主中胜率 这是 我觉得这是一个 就是喜欢这个游戏的人 努力去做的 而并不是说 像之前我空间 这个留言 这位玩家来说 大家可以看 他特别的逗 这个玩家特别逗 我给你找一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就是要让这个变成反贼杀 一定能找到原话 他的意思就是 对 我说你有你在地方主中休想 然后他说 这也是他自己说的话 原话 然后他说 我讲的出去做到 做到做到 除非有那些逗逼 反贼坑我 就是都是别人在坑你 对 这终于找到了 搞笑想法 那是我的游戏目标而已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游戏目标 而我的目标 是要把我的所到之处排局 变成反贼杀 可以证明 我自己有这样的影响率 实力 这就够了 别人怎么看 无所谓 大家觉得屌不屌 我是觉得真屌 然后我给他一个建议 我给他建议是什么 对 这我建议就是 你内直接跳反就可以了 就很容易做到 这最简单的方法 对吧 明明这个游戏本来就是反贼胜率高 你喜欢这个游戏 不想着怎么去提高主中胜率 而是想着通过自己内奸 不让主中赢 把反贼 就尽可 他的意思就是 我内奸赢不了 我让反贼赢 我也不让你主中赢 所到之处横扫主中 这是一个健康积极向上的想法 觉得非常可笑 最可笑是他吐槽我那盘 就是做的那盘观众朋友的录像 我这么说吧 我和我群内的小伙伴 我认识小伙伴 我们打出来的局肯定 当然也有的时候有人会坑 但是总体来说肯定 比大部分局要质量 那另外我肯定也会做观众录像 我不可能说 就是 我总做自己的录像 我自己录像第一没有那么多 对吧 第二我也 我本来也有其他的事 我也不可能经常去自己玩 对不对 我玩的 有精彩的 我就拿出来做 然后我做观众录像 观众录像 我不可能保证所有人的录像 都是完美的 这根本不可能 你能保证吗 就这 就这位玩家给我发了好多盘录像了 人家录像标题是什么 发给你一些有质量的可以解说一下 我就看了头两盘 后面没看 因为我看头两盘实在看不下去 曹丕打破身份观念传统 香香主选了曹丕忠臣 这和孙权主选曹丕忠臣 有什么区别 借着死忠内 然后赢了 来这吹嘘 这就 你要考虑是常态事件 而不是偶然事件 你偶然一盘曹丕中赢了 你说怎么怎么样 我看了余晋 从头到也不打曹丕 余晋内建 最搞笑的是这盘 我就看了这两盘 别的没看 从头就按着顺利看了 孟霍在我这胜率 杠杠 咱们一会 一会咱们看这盘录像 看看他 他吐槽 说别人的录像不质量 那咱们看看他 这是他的标题 发一些有质量的可以解说一下 咱们看一下 他的质量局 他的眼中的质量局 是什么样的 然后他的内奸是怎么混赢的 就是这个人 就是叫短暂主动药的 咱们一会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里想说的真的是 就是你看很多解说 为什么一直都在做主中录像 想办法提高主中胜利 这是喜欢这个游戏 帮这个游戏进步 对不对 你靠自己内奸 不想不让主中赢 然后打击主中 所到之处 横扫主中 全让反雷赢 然后在他说来 竟然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我真是觉得特别的逗 你那 然后对 他然后人家说 对 这句话也特别逗 不好意思 忠臣 我玩起来是很随意化的 忠臣难赢 然后人家随意 反雷就随便打打就赢了 然后赢不了 还有内奸帮你赢 反雷我还是打起120分精神来游戏的 曹批中也不是你所说的毫无质量 忠臣难赢 然后他随意 反贼很好打 反贼有的时候 你选个白板内 混场赢 经常的事 或者是要不是那间打到最后 那间控场吃物 你赢了 然后这值得吹吗 你有本事 你有本事 你会玩三锅杀 你把主中胜率提上去 这才是值得让别人佩服 值得让别人竖大拇指的事情 你所到之处把张国杀变成反贼杀 这是你 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 然后再说一个问题 总有人说 主中赢了 就是这位玩家 他说主中赢了 要么就是坑爹法 要么就是死中内 内奸你敢保证你自己玩的没有问题 内奸出现偏差 他只要他不是特别明显的偏差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至于反贼失误 这很正常 谁主中也有失误 反贼为什么胜率高 是因为反贼 他的容错率比较高 而主中容错率比较低 主中是容不得一点错的 容得一容 出现一点错 很可能就是反贼内奸赢了 而反贼容错率特别高 他可能说一个反贼失误了 另三个反贼没准都能把主推了 或者说依靠内奸 反贼都能赢 这种东西有什么可吹的 你有本事把主中拿下来 而之前那位玩家说 主中只有一场胜率 包括这位玩家说 主中根本不可能赢 而主中 为什么我一再说主中要选 主主要选 个人有能力 有输出的 然后忠神要选强的 没办法 现在就是这样 主中三打五 主中绝对能赢下 我不敢多说 至少有20%多的局 主中三打五 绝对能拿下的 有些主攻配上强势的忠神 他位置好 或者说选招好 或者棋手盲局好 就是你如果面杀 然后这位玩家一直跟我在这说 说我没打过面杀 怎么怎么地的 然后他在那个游戏里 他刷手机卡 你你在正常的玩 就是主中通过位置 还有选将 还有棋手的压制 反贼如果不刷卡的话 就是主中绝对有很多局势 可以影响 就是打出优势 内奸你也来不及控场 诚然反贼胜率肯定高 我直接就说了 反贼60多的胜率 对吧 主中你只要努力能拿到 能拿到二三十的胜率 我觉得你反正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你能有提高 就是做出贡献 就很好 而不是所谓所到之处 全变成反贼杀 这是对这个游戏 没有一点贡献 只是在坑这个游戏 不喜欢这个游戏 你觉得你实用不了这个现状 你就别玩就可以了 没有必要去在这说什么 就是这样 就这胜率就在这摆着 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怎么把这个胜率 要能提上一点点 哪怕能提上一点点 都是对这个游戏的贡献 对不对 我觉得可能更多解说是像做到这样 反贼 反贼赢的真的没有什么可吹嘘 反贼怎么 反贼可以赢的方式太多太多了 而且反贼可以选的武将比忠臣多太多太多了 忠臣有的时候真的没办法 人数劣势 然后他就是没办法 就是只能选一些 可能也就只能选那二三十个选项 那么真的没办法 忠臣就是这样 你上来就是人数劣势 三打五 你必须要有三打五能力 那没办法 对不对 就是这样 像这种 像你把你觉得是反贼杀 要么你就别玩 要么你就别在这 什么当内奸就不好好打 非要主动输 那我只能呵呵一笑 行 咱们看录像 这把录像我也不想解说 大家自己看 有多么搞笑 我也不说什么 这是他说的质量图 对吧 那咱们看看什么是质量 我不知道什么是质量图 左侧主公 看看左侧主公 干嘛 两个英姿 我没问题打反我先分析下我的判断 假如说这是他们一个质量局的话 从镜面上分析的话 比较偏反的 就是这个张和 如果他这三个是反的 这个孟霍是 明摆明的内奸 如果说正常局是这样的话 然后的话 像泰尔茨 可能贴主要二章还不太好说 不练试也不太好说 如果说正常的话是这样 然后咱们看看他们怎么打 这个打张和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对不对 看看张和吧 当然我在这里先提强调一下 无意黑 你能插赛上任何人 我就想 就想说这位玩家叫 咱们看一下这个玩家的名字 就是之前给我那个空间主节留言的 叫仰慕 这是什么一链还是什么 点啊 再点 然后一链 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 真的是无意黑厂商其他玩家 就是我就是 他发了一个质量局 他说的质量局 然后咱们看看 对不对 好 然后主攻 由于是张和嘛 他也没有贴兵嘛 然后这个二张把这张兵捡走了 我看一看张和的动作 先不飙升了啦 好 好 张和偷一个名内 然后偷一个 吴国泰 吴国泰 这种武将是根本没法当忠臣的 不偷主 这跳什么 跳中 跳凡 还是跳中 跳梦 神问 你是反雷 偷走了去偷主 为什么不偷呢 这个我也 我也不知道什么神问 我不飙了 大家自己看吧 没什么可飙的 看一下皇后吧 然后皇后盲局泰史 是跳什么 首先 首先一点 他没杀这个张和 张和他觉得张和跳什么 然后他盲局泰史 又是为什么 泰史也是没有身份倾向 而皇后 这张可能是个反贼 反贼为什么要盲局呢 先我都先不飙了 我也不知道什么神的 咱们就看一下 反正都打的 比较诡异啊 看看泰史吧 好 泰史是明明白白的跳法 这个是明明白白的跳法 拆 拆张和 好 在泰史眼里 张和是中审 反正在我眼里 我不知道张和跳什么 因为他是忠臣 他是反贼 他应该偷主 他是忠臣 他为什么要偷梦霍呢 敢理解不了 然后这些两刀就砍下去了 好 这个泰史 跳的明明白白 反贼 然后看一下 这个玩家梦霍是怎么赢的 好 还扔杀 不知道为什么扔杀 白板 末杀能力很强吗 不扔闪 留闪有什么用 这时候有人杀你梦霍吗 富炼师 富炼师把吴国泰的牌 录给张和 而没有录给泰尔茨 如果是反贼的话 这么想 如果是反贼的话 他应该把牌录给泰尔茨 而他没有录给泰尔茨 录给张和 也就是说他是忠臣 然后他也没有录主公子 在他眼里张和是忠臣 在泰尔茨眼里张和也是忠臣 对不对 好 好 果然是忠臣 杀泰尔茨 好的 我们看看这盘 到底 我是觉得这盘到底质量在何处 什么质量 我也不知道 看吴国泰尔茨什么身份 挂了刀 杀主 跳反 这是跳反 明明白白跳反 然后 自己装个八卦 把那个武器给了 然后 这个倒是问题不大 看二张跳什么身份 这个布链尔茨肯定跳了明明白白 忠臣 好 二张也跳了明明白白的忠臣 那就是 二张布链尔茨都跳得很清楚的忠臣 就是内奸 那张和是反贼 我不知道张和上来是什么打法 反贼为什么不偷主 反正我是理解不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皇后为什么要盲狙 反贼为什么要盲狙 而且明显进入围的二张 二张是中 还有刘盲宫是内奸 很容易杀到队友 然后过咱们接下来看看 看到底 他能怎么赢 杀泰斯 主意 孤正 这都没有问题 咱们看看张和到底是什么 好 你把反贼身份跳过来了 那你忽悠吧 忽悠乐 把乐忽悠给无恋师 可以啊 一轮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你不去 去偷主公和孟霍 去偷吴国泰和孟霍是干嘛 反贼的 反 首先我想说这是你说的质量比 那你给我解释一下 是张和打的有问题 还是泰尔子打的有问题 为什么泰尔子要打的呢 你这内奸营不就是靠着反贼坑吗 靠着反贼坑混淌营吗 那看看是不是 卖血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拼他一下 反正 这个反正他拼过了 然后杀了一刀泰尔子 这个倒没什么问题 想杀就杀吧 不想杀也可以 其实可能扔个物 就可过就可以了 其实根本就不用留闪之前 手里留闪都好 能不能摸到杀 根本就没人杀孟霍 谁这会儿但不能去杀孟霍 然后忠神还送一个人头 忠神把泰尔子人头送你了 反贼 反贼本来是位置挺好的 能前期打建立优势的 如果说就是泰尔子正常的话 他自己如果前面反贼都跳清楚 他是可以盲狙二张和不练师的 因为吴国泰是非常想偏反的 吴国泰这个武将在任何主攻局当忠神都没啥好处 可能就是香香主攻局 或者灵同主攻局能当忠神 别的是真的没有 还有邓爱主攻局 就是这种能一号装备发动技能的 不然的话就是当忠神 没真的没啥用 接着打吧 接着看吧 后面更逗啊 后面他怎么赢的 特别逗啊 这台我倒是真的看完了 随便 这块就先快进了 然后把这反贼收了 收了气盘 啥也够不了 好 X加1 开武器 开55 断杀了吧 对不对 本来你那会扔闪是多么要断 那个那会扔闪 手里是有杀 可以直接砍布链石 压布链石 血线 趁着布链石 被勒被定 断杀了吧 这就是你内奸不不懂的留杀 留闪 说白了就是怂吧 内奸的话 根本就没有人去杀一本货 这个时候谁但能去杀你啊 其实说实在的 真的是 你想吐槽一局游戏啊 咱们就说实在话 我也 我也做视频这么久了 你真想吐槽一局游戏 谁打的有问题 怎么都能吐槽出来 没有所谓的完美质量 我只是就是有的时候 可能我的群体可能有时候还打还可以点 有的时候就是一些局 他肯定是有问题的 只不过是大家通过这些录像 就是认识到这些问题 以后自己玩的时候不犯这些问题 这才是最根本的 而并不是说这把录像拿出来 你去吐槽这把录像怎么怎么立这个问题 吐槽吧 这想吐槽有的是问题 你梦后你打的没有问题吗 你断杀了 对不对 这难道不是你坑爹的地方吗 这就是你的质量局吗 对不对 闪有用吧 闪对于梦后 现在对于梦后来说是一点意义都没有的 所以说吧 就是任何局他都可能有问题 有问题主要是找到问题 大家就是找到问题 发现问题 然后自己不犯错误 这才是最根本的 而不是说去使劲吐槽别人 那就插一张沙门 要不然是就死了 你这样不然是一直活着 罗南控场 这个时候他不录 他其实可以录一下 把这个主动的牌录给二张过一下牌 当然这个联组和八卦还是还是无国太免费送礼梦过的 真不知道你有什么控场 把最后最后言论更搞笑 其实就是 我只是想让大家看看什么什么是所谓的他说的质量局 这个追忆乳梦 其实可以考虑追忆二张 因为那个主公空城了 这个 这个有问题吧 你把扇子给主公 这不是让那个皇后死的吗 反正这个时候就瞄主啊 看一看 还被拼了一下 没听过 把这个八卦回过来 把主公消息 这个皇后就死了 反正这都不是亮点了 嗯 好 剩下的话 该压谁压谁就可以了 这个打的这问题太大了 那个谁有是明的化身关心啊 这盘前期反贼有多大的乌龙真的又不想谈了 最逗的真的就是在后马 换个寒冰寒冰一下 这两个人还不寒冰加一 用于磨刀身手怎么办 大家看到没 无态自杀 送你躺赢 我觉得也都不想再多说啥了 反对自杀送你躺赢 牛排牛子有问题 然后前期反贼一通乱 哪 这是质量局吗 那个 这么这么着 梦霍在我这胜利杠杠的 发一些有质量的 可以解说一下 然后的问题就是出来了 本期问题就是 这把路线到底有没有质量 请大家留言回答 我就不分析了 有没有质量 就是 本期纯吐槽视频 我还是想跟大家说一下 游戏的现状真的就在这摆着 就是这样 你能做的就是努力通过自己的一些 性可能 比较好的打法 我是选将 努力提高每一种身份的胜率 可能说能帮助主攻胜率提高 这是一种挺骄傲的事 提高反对胜率 我真的不知道有什么可吹的 然后还是依靠内奸送反 就是就是内奸宁可 自己赢不了 要送反赢 都是这种思想 催生了各种司法那样 你有本事 你真的是你有本事 你提高农胜率 这让人佩服 提高反对胜率 有什么可吹嘘的 另外的话 就是我做观众视频 我以前早就说过 我做观众视频 肯定是难免有一些问题 主要的观众 主要就是让大家就是能发现这些问题 然后自己不会再犯就可以了 真正质量局哪里存在 说实在的 我也我自己都不能都不敢保证我带着小伙伴能打出真正质量局 就是完美 就是不是说真正质量局 就是完美局 就是让谁都挑不出问题 这是不可能的 然后是人在玩 总就总有人会打错 或者说偶尔一盘他会打错 比如说这个人平时都打很好 有一盘打错 就是打错出错一张牌 这都很正常 因为是人不是机器 如果谁觉得 怎么怎么样 你给我发几盘完美局 对不对 我看看什么叫完美局 说实话真的想吐槽 什么什么路向 我都能说出你的问题了 你不可能有完美局 最主要是大家就是学习思路 学习想法 学习出牌 然后提高自己的 就是 就是提高自己的 就是打牌意识什么的 然后就是看你追求什么 有的人追求就是我去路人局 我水平高 我赢的多 我虐菜 我爽 有的人就是希望找一帮小伙伴和自己水平接近 然后歇索起来 特别刺激 就是户有胜负吗 特别刺激 这是每个人追求不同 对不对 可能我现在更习惯 就是那些就是水平比较接近的小伙伴 大家一起玩会玩的比较开心 对不对 然后你就是游戏千双在这摆着 然后你自己寻找自己的环境去玩就可以了 别的没什么可吐槽的 什么什么这胜率高那胜利益 这不是你该吐槽的 你有本事去找那个什么 我本事去找那个天方 有卡 你让他们赶了 对不对 你让他们赶成那个三个忠臣 对吧 那主中胜利更夸话题 然后 然后对于这种人立刻就掉过头来了 说 我就是 让主中赢 现在是主中傻 这游戏没法玩 你有那么大本事 你来平衡一个游戏 你做的游戏让他绝对平衡 别说 别说三国山这种游戏 星际争霸 魔兽争霸 这种游戏就已经在竞技游戏里算比较均衡了 还一直只要出了就算就得改 一直在改平衡 平衡数据啊 血量啊 或者说英雄啊 对不对 这都是很正常的事 所以说就是 你要认真客观的看来一些东西 今天视频可能就是属于纯土旁啊 说就是 不喜欢看了就直接右上角叉了就可以了 真的是希望大家能明白一些东西 我最终再说最后一句话就是 每个人找寻属于自己的游戏环境 然后玩的开心就可以了 就这样 没有必要去准别的去吐槽什么 没有任何意义 你自己玩的开心就可以 何必呢 对不对 今天视频就录到这吧 然后感谢大家收看 拜拜